大家好,今天是2月23号,说一条前几天的一条新闻,说是新闻也是旧闻了 那就是习近平公开表态,坚决反对司法独立 其实呢,这是2019年2月15号,直处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求是杂志 登载了去年,也就是2018年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首次会议上的讲话 习近平当时说,必须坚持加强党队法的党队依法治国的领导 绝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绝不能走司法独立的道路 而且他说在对外斗争中,中国要以法律为武器 以法治之名向搅局者说不,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 这里解释一下,这个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 这句话呢,中共官方已经说过很多次 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也是说了很多次 他的意思就是现存的国际规则 包括法律体系、政治体系、民主、三权分立体系都有问题 也就是前几天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在一个研讨会上 对外国那个哈佛伊教授说 你们西方的政治制度需要改变 就是说中国的官方吧 认为西方的制度是需要改变的 而且现在中国有能力让它改变 是时候了 那么说到这个反对司法独立呢 他是习近平公开反对司法独立 而且是坚决反对 一下子引起了舆论哗然 因为之前习近平好像并没有 至少官方媒体并没有公开披露过 习近平说过要反对司法独立这句话 加强党的领导不照搬外国是经常说的 党对司法的领导也是经常说 但是公开说的这么的明确 而且是坚决反对 反对司法独立是很罕见 尤其是这个会议是去年召开的 习近平的讲话是去年发生的 但是去年并没有公布 说明这个会议保密级别还是很高 这句话一直没有放出 那么现在在这个时间 《求是》杂志把它登出来 就让人比较难以琢磨 当然去年这个会议习近平还说了很多的话 比如说在经济发展和法治关系上 一些地方仍存在着发展要上 法治要让的误区 这里就是说不能只顾发展 不要法治 如果光看这句话还是很开明的 表示习近平坚持走以法治国的道路 法治很重要 但是紧接着就急转之下 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 健全全面领导依法治国制度的工作机制 要从中国国情出发 绝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做法 绝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 司法独立的路子 也就是说中共最高层已经把宪政三权鼎立 司法独立定为邪路 习近平还说这个全面依法治国并不是要削弱中共的领导 反而是要加强和改善 以不断提高中共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 来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 这与人们平常说的就比较一致了 不管是依法治国也好 还是依德治国也好 还是什么目标也好 最终就一句话落到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 这也是人们常说的法治和法治的区别 一个是三天水的治 一个是规制的治 中共对司法独立有一套自己的解释 大概就是西方的司法独立 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王权的抗争 有符合西方政体结构 历史文化传统 宗教信仰的制度根源 而中国这边呢 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不同于西方 所以它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也不能照搬西方 对此呢 贵州大学经济学的教授杨绍正认为 杨绍正在去年已经被贵州大学开除了 他一贯对中国的政治和制度发表评论和批评 他说习近平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这句话讲得非常好 那么由全国人民组成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 怎么可能有一个政党去领导一个最高权力机关 其实根据中国的宪法规定 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 国务院行使行政权 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司法权 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 现在还有一个国家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权 所有这些权力都来自人民 并不是来源于党 这是杨绍正根据习近平的话和中国的宪法 和对政治制度的体系的规定做出的解释 其实在中国学法律的人当中 如果你仔细研究中国的宪法和法律 确实是并没有司法独立这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是直接立法的 但是他也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 是独立行使司法权 不受其他的干扰 也有别的分析人士认为 习近平的依法治国 其实就是党中央说了算 习近平的法就是党核心的统治外衣和武器 可以预见习近平会以严刑峻法治国 这是在去年 这是在2017年就有人做出的判断 中国官方第一次明确反对司法独立 是在2017年1月14号 当时的最高法党组书记院长周强 在北京提出 全国各级法院必须掌握的几项内容 其中就有坚决抵制西方的宪政民主 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 旗帜鲜明要敢于亮剑 坚决同否定中共领导 诋毁社会主义的道路 错误言行作斗争 当时周强的反对司法独立 司法的言论也是震惊了中外 纽约大学的孔杰荣就说 这种说法是几十年来最大的意识形态挫折 北大教授贺卫方说把司法独立称为西方概念是错误的 这是霍国殃民的行为 是在开历史倒车 北大法学院的张千帆也说 宪政民主并不是西方的 宪政就是实质宪法 否定宪政民主就是否定中国宪法 否定宪法也就是否定宪法所规定的所有国家机构的合法性 其实在外界观察者眼中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算不上一个激进的改革者 但是他是出身团派 一贯以比较开明的形象 是人虽然身姿比较柔软 外界说他仍是一个令人感到乐观的改革派人物 这是纽约时报的说法 并且周强曾经喊出过独立行使司法权 他曾经在2017年的两会上和之后的若感讲话中都说过这个话 这一次也就是2017年1月份 他高喊向司法独立亮剑 也被外界认为是他的一种危机意识的体现 认为是高层对他有不满 那么他要高喊以向习近平中国政府最高层表达忠心 对于周强这个言论 后来最高法的官方微博感叹于社会的反响太大 就于2017年1月15号做出解释 指出这个周院长的意思是外界过度解读和误读了 他的本意是相较美国的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立 中国的行政和司法权都来自人大授权 因此司法不能独立于人大 这是所谓不能司法独立的本意 这是最高法官方微博的解释 其实按照中国宪法的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那么授权了行政和司法权 但是法院还是要独立行使司法权 那么什么是司法独立的原意呢 司法独立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即裁判上的独立和县制上的独立 县法的县制度的制 裁判上独立就是说 司法机构中的法官 根据法律及事实 独立做出判断 不受任何外在影响和干预 特别是不受行政机关甚至立法机关的干预 法官执行任务时享有广泛的保障权 不会因法官身份审案而负上民事责任 在制度上独立指的是 保障审判体系 实践司法事务 不受行政或立法部门的不当管控 以内部有效的运作来实践制度上的独立 那司法权不仅独立 而且与立法和行政机关评级平等 分别实行这个实施权利 另外司法人员的任命 也能够长期保障相对独立 以确保司法独立 比如美国大法官就是由总统提名 国会认证 然后终身执政 已经最大可能避免 因为人事任免造成的司法不独立 另外立法机关也不得质疑 法官已判的案子 就是法院判的东西 即使是比如说参议院 国会 全国人大 也不能去在法院之外 去给他来一个否定 所以司法独立的价值 最初是源于古希腊和罗马人的 这种司法传统 那么近现代司法独立的理念 始于法国蒙德斯旧的 三权分立的思想基础 现在民主政治的发源地 英国它原来是司法并不独立的 英国原来没有最高法院 他以疏密院来代替最高法 但是因为疏密院的成员 都是英国上议院成员 英国政府也是一行合一的政府 所以在近代 英国也做了司法改革和政治改革 因为这个疏密院代替最高法 有为权力分立的原则 因此后来英国成立了新的英国最高法院 取代原来的疏密院 美国联邦宪法 在开始第三条第一项就规定了 和中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 及国会随时制定与设立的下级法院 日本的宪法是第67条第三款规定 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之权 执受本国宪法和法律的约束 20世纪后半叶从中叶开始 司法独立原则开始建筑联合国的 一些法律文件 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规定 人人完全平等有权 由一个独立而不偏不倚的法庭 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判 国际法院规约是1945年6月26日签订的 是在第一章规定了法院的组织 第二条规定 法院以独立法官若干人组织 法院是由独立法官组成的 中华民国自1912年成立的以来 它的历届的约法宪法都有对司法独立的规定 但是因为国民党长期的党国体制 实际上中华民国的司法系统 一直受国民党的控制 但是在46年以后 中华民国有一个宪法增修 它就削弱了司法院的权力 改由总统任命司法院大法官 中华民国的那个最高法院 它是叫司法院 然后只要经过立法院同意 大法官除了兼任司法院长外 只有一个八年的任期 也就是类似于美国的最高法官制度 然后开始逐渐保障司法独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也就肯 也肯定了司法独立原则 比如说 在54年宪法第78条规定 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 只服从法律 1982年宪法第126条规定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 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在第131条还规定 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查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中共的11届三中全会公报还宣布 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 要忠于法律和制度 忠于人民利益 忠于实施真相 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在1982年 中共的新党章也明文规定 党必须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负责的工作 1986年6月份 邓小平就指出 属于法律范围的是要用法律来解决 由党直接管不合适 党干预太多 不利于在全体人民树立法治观念 在中共的15大报告中 江泽民也是明确提出 推进司法改革 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和检查权 在2002年2月21号 江泽民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 与美国总统布什会谈后 在记者会上说作为国家主席 我也无权干涉司法独立 当然他那个话是针对个别案件 意思是其实他无能为力 是一种托词了 但是他也明确的表达了 作为国家主席 无权干涉司法独立 而且在江泽民在16大报告中 也明确指出 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查机关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检查权 维护法治的统一和尊严 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 但是中国的宪法 在确立司法独立原则的时候 只是模糊的说 独立行使司法权 并没有规定 确实没有明文规定 司法机关有权独立于权力机关 特别是全国人大 而实际上就是党的领导 那么中共的解释是 司法独立原则是坚持中共领导下司法 中共领导下的司法独立是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 一旦加上了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特色 那么这个意义跟普世的含义就肯定不一样了 2018年习近平就提出了坚决反对三权分立司法独立 可见比过去的几届政府在这种司法观念上是有个倒退 中共反对司法独立的理由呢 无非是两个 第一个是司法独立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司法体制 没有普世性 中国是社会主义 这一点就不用说了 第二点呢 是技术层面的 也是很多中国人的对司法独立的一个疑惑 就是司法独立 西方的司法独立过于强调形式正义 导致司法变异为诉讼技巧和金钱的博弈 《求是》杂志就曾经说过 虽然他说存在诸多 就是说美国为代表的西方 存在诸多以形式正义为价值导向的制度 比如说陪审团制度 速变交易 所谓的正当程序 而对实质正义 不给予应有的重视 司法就会演变成一种价格昂贵的博弈游戏 我想这里呢 它可能有两类 一种是说 即使有形式正义 也会造成结果的不公正 可能指的是像比如 辛普森案 还有其他一些案件 就是结果高度可疑 人人都知道他是凶手就是判不了 第二种是司法的程序 这个手续费太贵 请律师的费用太贵 越是有钱人就越能够赢得胜利 或者把穷人给拖垮 就比如像郭文贵诉讼若干人的名誉侵权案 其实对这两点呢 在西方 或者说 在西方 其实对这两点 中国人或者说是 其实对这两点 中共官方的看法都过于狭隘 而且没有与时俱进 首先从根本上来说 没有形式正义 也就没有结果正义 如果缺乏了形式正义的结果正义 就只能是你认为他正确 你认为他是这样 你感觉一定是 因为你缺乏事实证据 即使大家都感觉是这样 其实结果也未必是这样 眼见都不一定为时 何况大家都没有见到 所以尽管有可能像辛普森案 一两个案件 个别案件 大家觉得是明显的冤案 但是对于如果案件一多的话 如果你没有形式正义 只是凭感觉来追求结果正义 冤家错案一定是层出不穷 而且辛普森这个案件 虽然说法院表面上是没有判他是杀人凶手 但是经过长期的对他保持一个监视和警惕 其实他后面已经再也很难作恶 而最后一生都穷困潦倒 最后还因为偷了什么东西又进监狱了 也是最大限度的限制了这个放跑坏人对社会的危害 就是法就是美国的法律系统 即使在当年感觉让大家感觉有一点漏洞 还是能够最大程度约束这个犯罪行为了 那么像中共呢 他如果一直只盯着所谓结果正义 而没有形式正义 其实也是一种司法上的小农主义思想 这种思想这种没有科学观念也不成体系 没有个体系的这种思维的话 那么即使像官方翻案的认定的冤假错案 像呼格案 聂属兵案 都陆续的爆出 中国的司法系统漏洞只会更多 因为当初判案的时候都是几次审判 都是上面派人下来调查组或者联合断案 很多人都是几十年的老刑警 凭借办案经验认为一定不会出问题 但是最后就是出了问题 这种案件在中国只会更多 所以没有形式正义的结果正义 假如真的是正义的话 也只是偶然 更多的只是一种凭感觉 只是一种人质 他的结果不正义是必然 何况没有形式正义 造成这种权力操纵司法 造成的那种没有闹到法庭上 没有公布公诸于事的那些桌面下的东西 对全社会的伤害 比那个别著名的上了法庭的案件 造成的伤害要大得多得多 他对社会全体这种契约 对整个社会的诚信造成了扭曲 而说到第二个金钱诉讼的话 其实对西方这种法律体系需要消耗大量金钱 这种体制的抨击 西方也早已有之 比如80年代 比如西方有很多的笑话段子 就是讽刺律师的 比如说律师和什么丈母娘掉水里救谁 其实西方人有时候在言语段子里比较讨厌丈母娘 但是如果碰上了律师 那可能是更加讨厌 而且80年代美国还拍了部电影叫魔鬼代言人 其实就是明白的说 这个律师经常为魔鬼代言 只为有钱人打官司 但是司法西方的这种司法也在不断进步 陪讯团制度的加强 或者说政府对穷人的诉讼费的补贴和减免 有的时候有钱人他可以通过司法阐诉 可以拖一拖 可以让一些人知难而退 但是结果未必到最后会扭转 你像这个郭文贵诉讼名誉侵权案 他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为了让所有质疑的人闭嘴 所以开始的时候很多被告都很发愁 没有钱请律师 感觉一时间也是摸不着头脑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后发现这个侵权官司其实很难赢 很多人就是自己准备一下 就去法庭应诉 反而是所谓有钱能请得起大律师的那一方 一旦披露了法律师质询的视频 那么他这个东西就很难违继下去 最后说到为什么求是杂志 这时候翻出去年习近平讲话的旧文 一个是可能为了中美贸易战转移一下视线 为了挽回习近平在国内声誉上受的影响 因为现在随着中美贸易战加深 国内的反习情绪还是比较强烈的 然后中国在中美贸易战当中 之前一直是捉襟见肘 步步退让 非常的尴尬 那么刊登席的想话 一个是要对外特别是对华为5G案 他要用法律手段做出回击 因为用别的手段都不好使 因为最近华为是否会被进入加拿大和英国 特别是加拿大那边一直没有答复 英国这边有多重消息反复的放出 一会儿说能进一会儿说不能进 那么2月19号加拿大媒体就报道 如果加拿大政府决定禁止华为参加当地的5G网络的竞标 可能华为就会以一项外资保障协议来起诉加拿大政府 加拿大政府面临数十亿家园的赔偿 因为2012年中加达成了两国投资保护协议 所以如果作为已经在加拿大拥有资产和商业的华为 如果加拿大政府对他进行任意的这种以安全为由的监管 他可以提出赔偿 这就是这个求是把去年的习近平讲话中间对外用法律武器 这条翻出来的原因 而此时把习近平对司法独立的讲话就翻出来 另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当下极为热门的王林青崔永元最高法院凯林奇案 这个案件我们将在下一个节目马上放出 现在剧情发展非常的快反转的也非常的剧烈 至于说习近平说司法独立好的和坏的猜测其实是非常勉强的 坏的猜测就不用说了 无非就是继续人质 党和领导人意志高于法力 随时干涉司法最终给司法一个最终裁决 其实说习近平反对司法独立两个猜测 坏的就不用说了无非就是继续人质党领导一切最终决定司法 本质上还是不相信这个法院独立判案的能力要掌握最终裁量权 好的一面其实也很勉强 就是因为他提到了对外要善于用法律手段来回应外部搅局势力 虽然说他仍然是把法律作为工具 但是如果毕竟这个要比他 但是毕竟你要运用一样工具 首先要理解和了解他 如果你用的久了 可能也会对当事人造成增强一些法治观念 这个总比他说我们要用一切行一切手段 不惜一切代价来回应西方搅局者要好一些 毕竟是用这个法律手段 也许你用着用着就会理解之中的各种科学合理之处 会理解到自己哪个地方违法了 哪些地方你用法律手段也推不动的 可能就真的是你错了 第二对于西方司法体系的高成本的抨击 可能也会刺激西方司法体系一个自我演进和改善 毕竟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来说 还有很多穷人 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和知识 去运行西方的这一套司法体制 可能在这种抨击或者不断的冲撞过程当中 可能研究出一道比较适合于中国的 但是原则上是向司法独立靠拢的这么一种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个商务部长说西方政治都要改革 也不是没有道理 只不过西方他一直是留有自我改革进步的空间 但是中国呢 他是借着抨击别人把自己进步的空间全部堵死 好的关于习近平说反对司法独立这件事就聊到这儿 随后我们马上就会跟大家继续聊聊崔永洋案件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根据屏幕信息给我们咖啡打赏 左边是PayPal 上方是PayPal转账邮箱 下方是PayPalLink 右边是微信转账二维码 PayPal公司在中国大陆有官方网站 中国大陆用户可以直接注册 好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 现在发布一条活动征集令 ACM将于2019年4月到5月间 举行大型ihero男子真人秀活动 包括野外生存狩猎 真枪真人移动把射击闯关 阔弧没有防弹衣 真枪实弹有去刺激 有难度有挑战 首期活动需要八名帅哥与我一起参与 或两到三名美女队员 美女拉拉队队员人数不限 场地是美国马里兰州 华盛顿DC东南20英里的ACM Paradise林场 上百英亩土地任你展现潇洒身姿 活动全过程会拍成系列节目 如果对野外生存和真枪射击有兴趣的小伙伴 同时在2019年4-5月间可以到美国马里兰州的 请发邮件报名 第一轮报名截止日期为3月31号 邮件请发到 欢迎您的参与